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特币千万富翁 一档仅跟加密货币赚钱契机的节目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比特币的价格走势 比特币于昨晚一度回到了5800美元上方 但是好景不长 很快就在半夜出现了跳水 回落到5600美元附近 经过一段窄幅震荡的行情之后 比特币今早再度下跌 一度跌至5500美元附近 好在五盘 比特币回暖至5600美元附近 从日线图上可以看到 比特币在接连两周的暴利拉升之后 目前处于盘整的阶段 投资者需要注意短线上的价格调整 在截至发稿时 比特币下跌2.28% 报5615美元 其他加密货币 近日也以下跌为主 昨日经过了硬分叉的以太币 在触及350美元之后不断的下挫 今日继续回落 截至发稿时 以太币下跌4.3% 报319.26美元 瑞波币下跌4.81% 报0.2465美元 比特币现金逆势大涨 11.38% 报350美元 莱特币大跌6.25% 报60.59美元 我们再来关注加密货币市场的新闻 美国方面 美国副国务卿约翰·沙利文 近日对区块链技术发表正面的看法 在华盛顿特区的Blockchain.state论坛上 沙利文鼓励美国国务院以及其所在的私营部门的合作伙伴 认真研究区块链技术 并表示 未来可能会将区块链技术 融入政府机构的业务当中 同时他建议 应该利用区块链技术 推动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和发展目标 他甚至暗示 区块链技术可能会成为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提出的 主要部门改革的一部分 而这一重组计划 只在5年内为美国国务院 节省约10亿美元 此外 据外媒消息 电商巨头亚马逊可能于 今年10月份开始接受比特币的支付方式 不过这一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 此传言源于投资者 James Altucher的近期的一份通讯 知情人士透露 Altucher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交易员 许多人相信 他可能掌握着预先宣布的消息 由于Overstate等在线的零售商 已经开始接受使用比特币支付 因此也并不排除亚马逊 很有可能做出类似的部署 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来自亚马逊方面的官方宣布 墨西哥方面 墨西哥公司Bitlam近期宣布 将推出墨西哥第一个实体比特币交易平台 该交易所距离墨西哥的证券交易所 仅有一个街区支援 在比特币交易所 客户能够通过现金 银行转账 以及其他十种加密货币购买比特币 作为墨西哥第一个对外公共开放的实体交易所 它能够成功地将比特币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 引入墨西哥市场具有历史性意义 此外 Bitlam目前正在致力于未来几周 推出在线平台交易 Bitlam.com 以允许用户在线购买和销售加密货币 一旦推出 用户能够利用遍布墨西哥的2万多家商店 来进行存取款 同时 比特币也能够在大众得到普及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相关概念股的表现 比特币ETFGBTC表现依旧疲软 依然未能回到700美元上方 在截至发稿时 GBTCV涨1.53% 报美股666美元 主板比特币概念股以上涨为主 截至发稿时 OSTK大涨11.88% 报美股33.90美元 表现相当强颜 BIOP上涨3.03% 报美股7.78美元 此外 OTC市场比特币概念股以下跌为主 在截至发稿时 上周五暴涨40%的BITCF 今日大幅的回落 跌幅超过15% 报美股0.58美元 MGTI下跌4.12% 报美股2.33美元 BTCS下跌4.88% 报美股0.152美元 BTSC微跌0.65% 报美股0.0615美元 GAHC下跌4.49% 报美股0.017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的 比特币千万富翁 数字货币赚钱资讯 美股最新动态 敬请关注中文投资网 实时更新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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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